你今天要不要拍视频 拍什么视频 出版的鸡还是视频 活的啊 好 那就拍唄 没想到啊 我老婆居然主动要我拍视频 这是第一次 今天有找鸡杀这只烟鸡 然后这只母鸡给她留着 老板说会下蛋 不是吧 那好脏啊 放笼子里面吧 也是奇怪 我家瓜瓜昨天开始 她突然不怕小白了 还敢跟她玩了 小白 就是上一次养鹦鹉那只笼子还在这里 他说要不把笼子拿过去我哥那里 卖掉是吧 对 可以啊 放在他那地方了 我拿过去给他画一个小一点的 这三只母鸡也放不下呀 这么小的笼子 放了下老板说这是小鼠鸡 好小一只的 他说也有200天了 这么便宜吗 200天的鸡这么便宜 它是40块钱一只113只 他说那个鸡笼倒了 本来是卖60亿只的 然后他说便宜卖掉了 这个是母鸡啊 这个鸡关怎么这么长呢 就是他老了 这样 还真让你放下了 应该把它平着放 平着放的话就宽一点 是不是 对对对 这里还有一只烟鸡 诶 死了吗 对这样平着放的话就宽很多了 来 表白正好不吃点饭给你们吃 咕咕咕 主要是这只鸡柜 这只鸡都100了 不过上次在那边买的蒸 200多一只 这么大的 等一下我想吃鸡皮皮 这鸡皮还可以哦 怎么看出来可以的 比较滑 我也不懂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 等一下还是白切是吧 烟鸡不白切浪费 哦 来点鸡 再来入味 下锅给它给鸡肉 这皮点炒都给小瓜吃吧 哈哈 不给瓜瓜吃 这个皮不好还是鸡皮肤 时间到了 这个鸡应该是可以了 好 白切鸡 大功告成 你弟现在在那里上班怎么样 两个月了 感觉怎么样 他开心得很我跟你说 他喜欢进场 对 比在服务行业那里开心多了 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搞笑的事 那天我弟跟我说 他说他之前为什么不在那个饭店那里上班 他说因为那里全部都是女的 在那里大厅干活的就他一个是男的 然后全部都是女的 他这次生在福都不知福 多少男的虾这么多个 我也是这么说的 我说将来有一天你会为你这个行为后悔 今天这必然应该很好吃 我给你准备了两层辣椒 一起炒 现在能吃辣的 能 那我就给你炒辣椒了 咱点姜蒜 辣椒 老板说这个螺蛳姜很辣的 没事没事 就给你来一勺剁椒 出锅 哇 看着他下饭 老婆做的爱心心麻 这个鸡头鸡脖子就给小白吃了 小白你加汤了 来来来 哈哈哈哈 哇哇 小白好开心 哈哈哈哈 加汤了肯定开心了 因为我们住在附近好多养狗的 然后后面刚好有一座小山坡 这家伙老师去跟那些狗玩 每次搞得脏兮兮的 小白好吃吗 肯定好吃了 看看这个鸡怎么样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那老板信誓当上跟我说 绝对好吃 第一次买到这么便宜的燕鸡是吧 对对对 怎么样 我最爱的鸡胸肉 哈哈哈 我们家都没有人喜欢吃鸡胸肉的 好财 我吃不出来鸡的好味 哈哈 好吃 这个鸡明显没有那么多饲料鸡的味道 那几只鸡 我想想他量几天 看他会不会怎么下饭 下饭是吧 老板跟我说 绝对下饭的 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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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财